好 歡迎大家今天來今天的哲學 我請求你 今天比較特別的是我們大概開始 我們這個討論很多的工作案 但是呢 因為我們這段時間 其實上在台灣有十個工作案 然後到年底 但是我預計大概只會有九個 因為它有一個是以和洋綠的 他們要固件別把它成功 然後他們目前只有31萬 如果要算兩成有兩例的話 應該不會到28萬 所以通常到35萬才有可能 比較大到我們基本的門檻 好 那我們現在先勒列掌聲 歡迎大家 謝謝 所以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我是在台北大學法律系教書 那就這個議題來講 其實我是最不中立的老師 就是我長久以來一直都站在民權這一方 然後從各種的角度去對抗 就認為應該 同志不應該結婚的這樣子的說法 那 你的朋友有什麼 欸 有啊 你是可以換一個 然後你繼續講 你繼續講 好 沒有關係 那我先做一些開場的來 但是這個婚姻平權議題呢 其實真的從民法開始研究 然後親屬 然後到婚姻 婚姻子女 然後立法 然後到現在風頭法 也通通都要研究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其實從 大概從2月以來 就是去查了很多資料 所得的一個初步的一個觀察和結論 所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要講的三個部分 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主要一個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反婚姻平權的共同 那它其實就我們社會運動上面 它叫做一個反制運動 那各位知道那個反制的意思 那反制運動就是counter movement 所以 不是智慧的字 不是 對不起 是那個制度的那個字 就是counter movement 那counter movement就是針對另外一個運動 或者一個走向呢 它興起一個運動要去反對它 所以這個現在這個反紅公投呢 它是一個本來就是在反婚姻公投的 一個脈絡之下所發展出來的一個公投 那至於我等一下會說 就是我方的這個婚姻平權公投呢 在我看來就是反制的這個力量的公投 那因為我們並不是先提出來的 事實上是愛家公投先提出來之後 婚姻平權公投才提出來 所以這個有一些策略性的考量 還有它的很必要性 所以它是一個反制運動的一個公投 那我們等一下會分析一下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 然後第二個我想要談到的部分就是說 公投到底能不能處理人權問題 我想這個大概就是來到 責務應該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在台灣其實很有趣也就是說 我們的公投它一直跟著人民主權 然後自我決定的這個權力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從公投法的通過和長期推動 公投法的通過這個過程 其實它帶了很高的一個立場主義以及夢想 就是懷抱著大家的夢想 那可是其實就其他的國家來講 就是在舉辦公民投票的時候 它其實不是那麼美好 就是當我們真的要實現的時候 當它出現在各個民主國家 它真的有公投的權力的時候 它還是要面臨各種實質上面的問題 政治的問題 那公民投票我在這邊會一直強調 它其實並不是一個社會運動 它是一個要去把人拉出來從家裡面 那一天要返鄉 然後再從家裡面拉出來 進到投開票所進行投票這個動作 那我們之前很少進行這樣子的一個政治行動 但是公投它畢竟還是一個投票 所以它比較接近選舉 它並比較不是一個我們在倡議社會運動這樣的議題 開一些記者會 然後連署就完成了 所以到現在為止就是說 我們前面的一個連署 其實還是相當像社會運動的一個所謂的動員 可是接下來比如說接下來又有幾天 它會是一個非常實質的 你能不能把一個人從家裡面推出去 要他去很麻煩他可能要回家等等去投下這個 六四天 六四天的一個政治動作 所以它本質上我認為它是一個選舉 好 那如果這個選舉是決定了少數 剛剛朋友有講就是少數人的別人的權利 這個時候就政治上的理論 或者法律的理論或哲學來講 這是不是一個適當的作為 那我會談到這個第二部分 那第三部分也就是告訴大家說 其實因為我觀察的對象是美國 那這個美國的部分呢 其實它是很有趣的地方 因為它在每一個州都可以進行公投 然後以婚姻平權這個議題來講 它舉辦了非常非常多的公投 那它部分的反紅公投都成功 但也有少數的就是婚姻平權公投本身 它是成功的 所以跟大家來分享這樣子的一些 美國經驗跟一個過程 這樣子 好 這是剛剛我講過的 所以說四字七百四十八號之後 雖然在訴訟上面透過違憲審查 然後透過大法官的解釋 我們其實就婚姻平權公投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勝利 因為從憲法的一個層級 它確認了這個是一個國家要保障的基本權利 那可是呢 在二月之後 它就產生了這樣子的一個愛家公投 那愛家公投我剛剛說是一個反制的運動 那分析一下它來自於怎麼樣的背景 就是其實最早的反同婚運動開始的崛起 是主要是我們的這個東元成家法案提出來之後 在宗教團體它有很大的直結 然後從那之後呢 我們就看到這個反同婚以及反同式政和的這個運動 其實就開始了 可是在很早的階段 他們其實就已經提出來這個主張 也就是婚姻家庭全民決定這個主張 那與這個同時提出來的主張是什麼 各位知道嗎 另外八個字是什麼 子女教育 父母決定 這個其實都在出現了就是 你一個明明是某一個人的事情 可是就是別人去決定 這個這樣子的事情 其實從蠻早的開始的反同婚運動 其實就提出來了 那各位有想過就是 為什麼在反同婚的時候要講反同教育呢? 你可以想像這個連結是什麼? 為什麼這16的字是放在一起的? 如果回去看就是在2016年底的這個大遊行 或者是這個在立法院外面的集結 如果是反同婚也就是白色那一邊 他舉的牌子就會是這 差不多這16個字 那這在台灣其實是非常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策略 譬如說反同婚的策略當中 他除了要求要去公投之外 他要要求就是要把同志教育放在一起考量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三個公投 愛家公投會有三個 除了跟同婚有關的有兩個之外 其他還有一個同志教育 他必然是連在一起的 那他有一個邏輯 他這個邏輯是其實在這個 反同婚運動的崛起之前 其實以這個民調來講 那邊那個時候支持同婚的力量 大概都過了五成 所以在過五成的情況之下 要怎麼樣搬回這個劣勢 那他們做了一個很好的策略我認為 也就是訴諸於誰? 父母 父母在台灣是什麼樣的心態? 看過那個公共電視最近的 你的孩子 是你的孩子的人 那個真的是恐怖變 對我來講 那是驚悚變 但是我們每個人都心裡面覺得很熟悉 因為我們的整個華人教育當中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父母對於子女的控制這件事情 是非常強烈的 所以當我們講婚姻平權的時候 他會覺得那別人家小孩的事情 可是如果整個合法化 我的小孩被教要被教說 欸這都很正常 所以都沒關係的時候 他們的害怕是 欸我小孩會怎樣?變同志 那同志有什麼不好? 為什麼家長不要他? 其實打從心裡面是怎樣? 不要他們那麼受苦 那為什麼社會會這麼 同志會在這個社會這麼受苦? 當然是歧視 所以這一連串的連結 這個是要非常非常的往前推 可是有沒有用呢? 非常有用 也就是說 在很重要的這些時刻 也就是在這個運動起來的時候 其實開始出現 民調開始有改變 那個五層五層會交叉了 那交叉如果分析的話 他的他為什麼會掉? 哪些族群掉的最多呢? 就是有子女的父母 所以你要知道他這個連結是必要 反同溫等於反同志教育 這個連結是必要的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一個票 他就是一個政治力量 他需要人民站在更多的站在那一邊 所以這個策略是有效的 但是他中間 當然立法的這個審議過了之後 四字七四八出現 那四字七四八其實是一個非常 有利於不應平權的一個四字 那所以對於剛開始我們看到 他公布大法會解釋之後 這群人都非常的生氣 什麼什麼東西又撕掉 然後都留下垃圾等等 可是來了一個契機就是2018年1月 2018年1月的時候 公民投票法通過整門檻等等 全部下修的時候 各位不要忘記在婚姻家庭 全民決定的時候 各位移訂之前還記得嗎? 其實是有聯署也有送給當時的 叫什麼?公投審議委員會 公投審議委員會覺得他的那個 主文的一個內容不精確 所以把他撥回 所以這其實是有先前演練過的 先前演練過透過組織 透過知道要已經倡議的 找到一些支持的人 所以他們這一波當然是非常的壞 可是這一個公民投票的下修 當然讓他們激起了很大的希望 所以提出這樣子的公投 那複習一下就是在這個三個公投案裡面 婚姻定義的公投 然後婚姻以外形式的公投 然後以及被加進去的這個所謂他們 這些都是他們的自己叫自己的公投案的名稱 士林性貧教育公投 這是三案 那這三案提出來之後 我想這個婚姻平權的朋友在這邊 公投的朋友在這邊 為了抵制這樣子的公投案呢 我們五方提出了這樣子的公投案 這兩件 那這一個婚姻平權公投是講 以民法婚姻章保障 然後建立婚姻關係 然後在第二個這個部分 我的說法是把同治教育提高立法層級 因為本質上性貧教育就有同治教育了 只是要把這個本來放在施行細則的 這個情感教育、性教育跟同治教育 拉到法律的層次 所以這五個公投就是各位要 今年要面對這個公投案 那我們先看一下就是這個 這整個案子尤其是這兩個案子 中選會會通過其實本身 我認為是一個很可疑的事情 也就是說其實本來不是這樣子的文字 那第一題多交了民法就是民法規定 他就過了 第二題是民法規規定 然後他就過了 過的一個原因呢 其實在這個中選會的一個公聽會上面 許多專家法律專家全部都說這違反施子棋子吧 那為什麼違反的還可以過呢? 因為他們就加了幾個字 那加了幾個字之外 還有我們看不到的就是在 他的公投理由裡面加了說 肯認是自748所保障的 規定的文藝自由 那我們的中選會就是說 他保證啦 所以就讓他過了 就是覺得有疑義的時候 應該要對於這個提案人有這個有利的一個解釋 他們說的是這樣的方式 但是各位請仔細看1和3加起來的話 他有可能是什麼嗎? 他有可能是就是絕對不能再民法婚姻對不對? 那這個過加這個過的話會變成什麼? 特別法而已嗎? 同親伴侶法 對 我們分兩個事情來講好不好? 因為過去我們一直在爭執的就是民法專法 所以民法跟專法 專法是一個特別法 那民法是一般普通法、特別法 可是為什麼要放在專法? 它是要給你婚姻嗎? 各位存心自問 它是要給你婚姻 但是只是說我不要讓你在同一部法律裡 去另外一部法律嗎? 我覺得沒有這麼好寫 也就是它第一個 它會是另外一種制度 它會是跟婚姻是完全不一樣的 如果是不一樣的話 它就是另外一種制度 所以另外一種制度 就是所謂的婚姻以外形式的這種東西 它並不是只是告訴你 它是專法而已 它有沒有一定要保障婚姻 它有沒有一定可以給你伴侶 說不定都沒有 它只是告訴你 你不可以用民法婚姻 你也不可以用婚姻 你要是以外對不對? 所以以外曾經存在的人類世界上就是什麼? 民事結合 還有什麼? domestic partnership 也有可能用家族嗎? 也有可能家族 總之就是比婚姻以下任何 是不是都符合它? 所以我們這個結果 如果通過的話 它變成一個公民投票法上面的 法律創制的原則 那立法機關有義務 要依照這樣子的原則去立法 所以它有沒有可能給你伴侶? 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給你家屬? 也有可能 所以總之這兩個過的話的意義 並不是像中選會認為 它保證一定有歸因啊 誰能保證 誰能對我們的立法委員 訂出來的法律能夠保證誰? 但是這裡有一個拘束性的原則在這邊 這些拘束性的原則 在公民投票法30條 它有四種不同的案子 它分別有應該要做的國家 就是政府的義務 所以我們那五個案子 我們要把它分別出來的話 這個第二款 這個立法原則的創制案 會有這四個案子 包括反向公投 就是反同婚公投的婚姻定義 還有婚姻以外刑事案 這些都叫做立法原則的創制 所以如果通過的話 只要是通過這一個門檻 有效同一票大於不同一票 並且過了這個 投票總人數的四分之一以上的話 就受到法律上面這個拘束 拘束什麼? 行政院應該在三個月內 連理相關法律 送立法院審議 下面還有一句就是 在下一個會期以前 立法院應該要審議完畢 我要照著這個立法原則去做 如果通過的話 在同一條還可以出現什麼樣的權利 就是領嫌人 也就是反同婚一案或三案的領嫌人 如果他不滿意立法院最後修出來的法律 他可以有什麼? 他直接依照公民投票法 這一個項呢 他可以直接申請大法官解釋 他多了這個權利 那另外這個第三個就是有關於重大政策 跟法律沒有到法律這個層級 但是引導國家要整個方向的呢 大概就是反向共同的這個 這個逝林性情教育案 因為他是關於實行性責 實行性責是行政命令不是法律 所以如果這個逝林性情教育案的話 依照法律要由總統或者相關權責機關 去實現這個逝林性責任教育案的內容 也就是在國民義務教育的階段 不能教統治教育 會產生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所以如果反同公投通過的話 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就是他不能修民法 他要另專法 那就那兩個加起來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還有過小不能 過中小不能進行統治教育嗎? 然後不會有婚姻 但是不要說至少有伴侶 因為他沒有不保證 那如果你的投票 投出來的那個票數非常難看的話 就是婚姻平權法 如果投出來的票數很難看的話 這就顯示一個政治力的非常大的落差 那你覺得我們的立法員會往哪邊靠? 所以最後一個就是 好如果我認為這個修法 其實是違反四字七字八的 或者是譬如說 政權委一開始就不應該規準的時候 假設這個法 依照剛剛的定法原則去通過的時候 是不是違憲呢? 有可能是違憲的 可是在台灣你一個法律要違憲的話 你要經過釋憲 所以這個我們齊大哥的施憲經過了五年 差不多五年 差不多五年 對 我們是2013年去做分級 然後被補合 大概要五年 所以本來的法律狀況都會是還存在有效的 就是他們依照這個立法原則所定的那個法 會至少存在五年 除非後來這個再次四字 我們的大法官宣告本來的這個修特別法等等 裡面的相關條文是違反四字七字八的話 他才會在那個後面發生一個效果 所以他其實這一次的公投確實是挺大 那這樣子的公投他有可能違憲 因為他侵害了這個同性戀者的婚姻自由 平等的婚姻自由權 那為什麼還是會有可以做公民投票呢? 我們先分析一下 就是說我們想要實現婚姻平權的話 realize 他有可能 全世界都有可能就會有三種方式 那最多最多就是以立法的方式通過 在各個國的國會去修法通過 那訴訟案呢 我們發現很多國家都採取這樣的方式 通過訴訟各案的提起 然後通過因為每個國家都有所謂的違憲審查 也就是從憲法角度 如果你的民法 你的法律是禁止結婚 他有沒有侵害人民的權利 那這些法院他可以審查 並且宣告那個法律違憲 所以這叫違憲審查制度 那這個訴訟如果婚姻平權方疑的話呢 他有可能馬上會生效 也有可能需要去透過請立法機關 再去立法的情況 以南非的情況來講類似台灣 就是他宣告違憲但是給他的國會一段時間去修法 那我們也是這樣子的情況 那第三個是也有透過公投的方式實現婚姻平權的 但是相對來講比較少 那他的目的為什麼要用自己要提公投來實現婚姻平權呢? 是因為有憲法上面的需求 有憲法上面必須要用公民投票修憲 或者要用公民投票 才可能把那個本來的法律障礙除去的話 才會去做公投 所以我們把這個跟同憲會議有關的 不是實現 是有關的 有的要阻擋他 有的要實現他 那他會有四種類型 那正向公投也就是支持婚姻平權的這個公投呢? 我剛剛說了就是為了要除去法律障礙 那或者是為了要副決婚姻平權法案 也就是他們的國會假設 就是這個公民投票有可能是國會 不提案出來讓人的你表決 所以這個國會的這一方 如果婚姻平權方覺得在國會裡面 可能會因為政黨受到阻礙的時候 他訴訟公投 所以也有可能是做正向公投 所以像愛爾蘭他必須要修憲 或者美國的特定只能修 他出現了這很少 出現了三次的這個正向公投 那副向公投就是要阻止婚姻平權的達成 那美國各州的這個公投 婚姻定義公投大概都是這樣子 應該就有三十名州 對 差不多有三十多州 那澳洲的情況叫做 民諮詢性的一個公投 因為他是總理提出來之後 讓人民去做一個好像民調 因為這個公投並沒有拘述政府 實際上法律上的效力 他但是他有政治上的效力 那反世行公投相當特點 我現在在研究的這個各種公投裡面 我沒有看過就是說 從時在正向公投 副向公投提出來的時候 來進行的一個反向公投 那在台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的公投裡面會有五題 其中三題是關於婚姻平權 那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所以非常值得觀察說 這樣子的三不二要的五值公投 在台灣會發生什麼樣的效果 好 那所以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負向公投的速度會大於正向公投很多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就是說當我們講到公投的時候 它到底本質上有可能是什麼 或者實踐上變成是什麼的時候 會有就是政治學或者法律這邊 都有兩種各種看法 那有的人會認為 這是一個公民治理的一個最高理想 所以因為我們代議政治已經爛掉了 所以應該要訴諸於人民 自己決定自己的失誤 那多數暴政 認為多數暴政就是說 其實施工投沒有那麼簡單 你要讓人民相信這個理念 或者這個事項的某一方的時候 你同樣就像選舉要選什麼樣的人一樣 所以你要發資源下去 你要用大眾媒體 你要去路上拉人 你要去愛家愛戶的 請人家支持這個議案 那所以會有可能各種各種的情況 可能是迪勞工炸或是投票率 其實也決定很大程度 最後的結果會如何 然後還要看這個公民的素質 它是不是會相信一些錯誤訊息 假新聞等等這些都有可能 那所以這個整個發費的政治成本 經過這個研究 它有可能沒有比選舉差多少 也就是它事實上還是選舉 然後它的資源要非常非常的多 那才會贏 那最贏能夠變的就是說 為什麼政治少數權益會被多數人來凌駕呢? 那多數人加在一起其實就變成一個power 因為它有權利關係 那這樣是一個合理的嗎? 那我們看如果美國這麼多州 都做了這麼多次公投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同婚 他們連黑人的各種 那個什麼叫積極貧權措施 要不要特別都會黑人 這些通通都公投過 還有包括這個艾滋病 你要不要它不能捐血 它不能去哪裡 這些政策也通通公投過 所以就發現說正向公投 也就是會支持少數權益的這種公投議題 通過率很低 反而這個反面公投的通過率會很高 而且通過的票驚人之高 所以美國的一些反面公投 它是修週限的 它有到 它通常都到達60%、70%以上 那你就會覺得天哪 這個社會怎麼會這樣子 那這個是實證的一個研究的一個結果 所以算起來的話 有4分之3的公投 是為了要限制少數 政治上少數的一個權益而產生的 那所以這個時候有這樣的機制在 可是少數、政治少數怎麼樣去 回顧自己的權益 那在美國的情況也很清楚 就是他們常常用訴訟來進行 所以有可能在公投投票之前 就希望法院提出禁止 禁止公投的一個請法院去發 那這個時候仍舊要訴諸基本權 就是憲法上面的權利 因為這是一個會對的 有侵害的一個公投 所以前面會去阻止它 那後面是公平投票之後 針對這個公投的結果 申請一樣違憲審查、申請釋憲 所以這個意思很清楚 就是說公平投票雖然它是一個制度 並且賦予人民的這個基本權利 但是你也不能侵害憲法所保障的 其他人的基本權 所以會在憲法架構下面 仍舊不能愉悅憲法之上 所以並不是說公投萬能 我們投出來連憲法 連大法官都應該如此做 這個在實踐上面 因為憲法是最高的一個憲法 一個架構 所以這個東西必須要在憲法 允許的範圍內來進行 那除了司法之外能做什麼 因為司法也是其實已經緩不盡急 然後政治相應都投出來 所以美國的這個婚姻平權的運動 他其實就會來嘛 就來拼吧 所以不論是人家提出來的 或是他們自己提出來的時候 你就是要硬著頭皮去進行 就要贏了 就比票啊 就必須比票 所以也有可能 我們剛剛看到一些例子 他其實也有可能在全部的週的情況之下會贏 那因為我的時間並不夠 所以我要請各位看一下這個slide 這是幾個事情 綠色的部分就是給你一個印象 他有各種方式來打仗 就是正方跟反方用各種不同的方式 訴訟也好 立法也好 公投也好 來盡情 要不要讓同志結婚 這個議題要不斷的打仗 我們先說其實美國在1993年 夏威夷州就已經宣告 不給同志結婚是違反平等權 所以1993年這個通過之後呢 其他的州的反同力量其實就趕快出現了 他就去立法 在州也立法 叫做捍衛婚姻法1996年就通過了 就是聯邦政府跟你講說 不論你的州要不要承認同性婚姻 我就是不承認的 那也就是反制力量開始進行 然後2000年之後都開始好多好多的公投 修憲的公投或者是各種形式的公投這樣子 那一直到2003年 Massachusetts 馬州他的法院 讓這個禁止 禁止同性結婚的法律是認為是違憲的 所以真正第一個才讓同性合法化的州 其實是馬州 所以這已經是剛剛那個夏威夷州 1993年之後過了10年了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中間又經過了很多很多的帳 那加州其實本身就已經也做不完 他在2008年的時候也是法院說 欸你回憲應該要讓同事結婚 於是呢 6月的時候就開始大家湧進 大家湧進這個法院或者是政府進去結婚 然後到11月的時候反同方呢 他就提出了公投案 公投案結果過了 百分之52.20過了之後 這個本來可以合法結婚馬上變成不行了 所以只有長大概6個月 只有6個月的時間就有18000對 就有18000對 18000對去結婚成功 所以哪一天如果真的合法的話請趕快 這個就是加州的一個例子 然後所以之後呢就開始打 就公投案過了 變成不能結婚 所以就開始又打法院 那接下來就各種的法院不斷地去打 你看到第二個合法化的州的時候 已經過了6年 比剛剛的第一個 Massachusetts又過了6年才合法化 所以後來也開始國會會贏了 第一個用立法方式通過的就是2000年左右 然後你在這裡看到2012年其實是一個大轉變 這個大轉變就是說 欸其實同婚放不怕公投 他們開始覺得我有辦法 我一定要想辦法 不然兵敗如山倒很可怕 所以在2012年的時候 這三個公投案呢 其實婚姻比全方都贏了 然後都贏了滿驚險的 52、53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裡具有一個時代的理程 回到2012年的時候 他開始讓人家覺得 欸原來政治省述的議題 還有可能透過公平投票的一個方式成功欸 但是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資源 那後來就是大家比較接得起來的地方 就是2013年有一個威所啦 那宣告剛剛那個聯邦不承認 統姓輝的這個法是違憲的 那一直到大家最熟悉的2015年 Obergefell的時候 終於全國合法化了 所以他這個2015年全國合法化 距離1993年過了22年 所以我要說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說很累 很累但是沒有不戰的能力 沒有不戰 然後就覺得放棄的那種權利 你看人家那麼辛苦 然後每個週都這樣子 曾經有每一週都輸 然後後來開始每一週都開始贏 那其實他很重要 他還是必須要有策略 然後他還是要有辦法 所以這就是他們所採取的一個方法 叫做Oregon Model 那這個Oregon Model就是告訴你 其實就是要組織 就是要投票 然後你要有第一線的志工 去跟每個人去告訴他 欸 你要去喔 那個地方一定要出現 然後你的投票所在哪邊 然後追蹤說你現在會不會 你有沒有回家投票啊 還有錢 那因為錢要志工 要媒體 要廣告 所以這些都要錢 那很重要的事情 要怎麼樣得到52%以上 像他們的情況 就是你要只有找中間選民 那中間選民是會動的 因為他很可能還沒決定或不關係 所以Moveable Middle就是這種公投的這個訴求對象 那如何改變他們的一個想法 並且願意去投票 這就是這個公投運動當中 公投campaign當中所應該做的事情 當然還要從政治人物出來講話 所以這個campaign的這個你要找到Moveable Middle 他們能夠接受聽得下去的方式跟他說服 以及他聽得下去的字眼跟他說服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所以最後這個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其實看到這個零件的時候相當的感動 因為美國同運他如果是全國組織的話 其實大家都是山頭 大家都很厲害 那可是在2005年的時候 這些山頭們的代表坐下來說 我們輸太多了 我們不能再不緩解 我們一定要開始想辦法 要有長期、中期、短期的策略來進行贏的一個策略 所以那個時候他其實一方面有輸 另外一方面有贏 輸的感覺是18個州 就是一直幾個禮拜推 然後那個反銅的那個比例非常的高 六七十就是六七成在每週都出現這樣的情況 那要怎麼辦呢? 那他告訴他們的選民們 他們這是一個生命 他說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 他就說你看我們的反對者充滿了鬥志 所以可是他們看到是跟我們一樣的民調 然後他的教員團體也看到跟我們一樣的訊息 所以他們和我們一樣都相信我們是對的 所以時間終究站在我們這邊 所以他必須現在就完全的勝利 他必須即刻就要阻止婚姻平權方 他們很突然 然後去若化我們的成功而已 他是要STOP 他是要婚姻平權完全的停止 所以這些時候表示他為什麼會這麼強大呢? 也就表示婚姻平權方其實要做到最後一領路 快要做到最後一領路了 所以他才會遇到前所未有最有晚戀的一個反對 那他告訴大家說其實他不是那麼在意婚姻 他其實不會只停在這裡 他不是只有要你同性伴侶是一個陌生人而已 他要擠垮所有同志 他會告訴人說你同志不適合當父母 你不會有穩定的關係 然後告訴我們的孩子是說 這個婚姻的所有關係都不對 所以他們在這個聲明當中提到 這個東西是這個公主是衝著同志本身而來的 不是所謂的婚姻制度 所以他說其實他們會反同溝通 贊成反同溝通的人 他其實是對於所有的議題跟統治有關都是反對 所以如果要成功的話我們不能喪氣 我們不是要跟他們一樣的充滿鬥志 然後要跨越最後一個牆 所以要進行全國氣大量環節和主機 所以這些東西是一個政治遊說他們了解 就是要做全面專業化的政治遊說 然後準備人員等等等等 要贏的時候他說你要呈現出來 同志跟每一個人一模一樣 大家都一樣的好 所以也期待跟大家一樣要過好的生活 有夢想有希望也一樣會感到同局 所以他們認為說像做這種政治遊說是要做這樣子 就是我們達到所有同志權益目標成功所需的一個改變 所以並不是只有婚姻而已 它其實是一個全面性的同志權益的一個捍衛 所以他們說同志運動從來沒有走到這個地步 其實跟我們一模一樣 那同志社群也沒有面臨過這麼大的挑戰 所以We are so close to success 其實壞了 但是我們如果現在失敗的話 我們會不是只有我們在這裡 我們還會往後退 所以他們最後這個其實那天的感動就說 我們要付出所有人切 然後要即刻行動 謝謝 關老師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同時也在鼓勵著我們 扶援著我們 然後不斷的鼓勵大家 然後再次給他喝點掌聲 好不好 好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做 因為我想說在婚姻平民大平台 其實已經做了不少 在網路上也可以看到很多網站 然後做了不少創意跟社團的串臉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能需要一些行動的方案 以及在最後的六十四天 你們要做什麼 來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雨菁姐 大家給他掌聲 他真的好累 各位也很累 後面的搭情都很累 我是雨菁姐 我現在全職公投 對 哇 歡迎聽權大平台 總召集人 我們這個團隊為了因應所謂的反同公投 已經從原本的四點五個人 現在是大概二十三個人 那在全台灣我們有二十三個 有拿薪水的夥伴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根據美國的經驗 我們必須快速擴大我們的團隊 然後必須要讓更多的人可以一起加入我們 所以我現在除了累 那個肩膀 那個很沉重 我們已經在這幾個月內 要變成全台灣最大的董事團 這個不是我們原本預期的 那就像關老師說的 我們沒有停下來的本錢 然後我們也沒有放棄的權利 我們只能準備好我們自己去面對這件事情 那其實去年的視線一過後 反同方就已經 等一下 沒有電對不對 好好好 有電話 我有我有 那你們處理一下 對不起我們那個直播 他們會有設備上的問題嗎 我想要先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剛剛有傳給你一個影片嗎 有再麻煩你 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從去年視線完之後 其實 反同方就已經在準備公投這件事情 那從哪裡可以看得出來呢 其實他們邀請了 其實就是 美國加州那個最有名的 第八號頭提案的 這個算是主的提案人 叫Brian Brown 那他來到台灣 然後來幫所有的 在台灣想要阻擋婚姻平權通過的這些人上課 然後鼓勵他們 可能也跟我們今天一樣 他也是這樣子的鼓勵他們 當然用美國的經驗 那在美國其實有很多的 被發起這種所謂的反同婚公投 他其實不是只有反同婚 任何同性戀相關的權利 他們都有曾經發起公投過 包含是 甚至之前有沒有公投是跟一個老師 如果是一個同志老師 他可不可以在公立學校教書 這一種題目 我沒聽起來就會覺得這個實在太誇張了 這完全侵害人權 但是他們也還是拿來做這個反同的公投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 我們在台灣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說公投元年 是因為公投對我們來說是 老實說我是很熟悉 有投過公投人可以舉手嗎 有 欸 不如年 不如年 我沒有說 投過公投人通常有一點年紀 然後或者是說 這幾年期都沒有公投案 為什麼 因為以前發起的公投案 從來沒有一次成功過 因為以前有 叫鳥籠公投 那公投反正就是 大家不要去投票 你不會通過 那現在已經不是這樣 所以如果有你的朋友告訴你說 欸 那個不要去投票就好啦 不要去領票就好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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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不對的 一定要去領票 你要透過這個選票來表達 我們的價值 我們的信念 還有我們想要表達的想法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下一代幸福聯盟 你們還有聲音嗎 有聲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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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聲音 我們在這幾年做婚禮 全民動一直有跟很多美國團體一起合作 他們發現這位先生來到臺灣大家都覺得很驚恐 我知道有關於一個政策的大法中有尤其唸亭曉 這些大法中有解決定有所謂的特判 不完全不可以改善法中有方法中有美國決定在尤其他罪人 但是現在我們終於是發生出訴訟有種的一種的語言 of the referendum the subject of the referendum my experience bo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ving held other referendum around the world is that having a very simple subject a very clear subject is the best way to move forward and here in Taiwan the subject seems very clear very good and the language is excellent so I don't think there should be any concern whatsoever about the language of the referendum I think it's critical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 courts have come in and attempted to redefine marriage that people stand up for the truth of marriage and that there is true democracy a covered vote unfortunately even though we passed 33 referendu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state after state after state unfortunately our supreme court decided that it knew better that throughout the votes of over 60 million Americans 60 million Americans who've gone to the polls and voted to protect marriage as the union of a man and a woman and one court said no that was wrong and in America we're continuing to fight for the truth of marriage I encourage you to stand up and be the same and make sure that your voice is heard support the referendum and yes to protect marriage in Taiwan thank you of Canada depending on what you're throwing 这个影片 Cause the live screen 這個是 2007年的6月底 所以這代表說 一視線解除之後 他們就開始準備了公投 那時候其實公投法 patient 修正的消息也是如火如途的在進行 滯 Arm 也是如火如土的在進行 所以這剛好就 我覺得我後來有比較舒緩一點我的情緒啦 因為就從2016年底 因為原大平台就是為了要在立法院推動立法修正案 然後一個月扣大家三次出來上街頭 25萬人的這個音樂會 然後後來又失憲 然後我們做了台灣首次的法庭之友的一件書等等的 這些工作到後來我們其實本來一直想說 這個任務洗澎隊是不是半年啊 頂多一年就可以結束 到現在就已經兩年了 那我所以一開始還要面對這個公投 我自己個人是很有情緒的 因為我就會覺得 真的好累喔 但是我其實後來有認知到一件事情 如果這一仗我們不打贏 他就會一直一直不斷的出現 因為從美國金融我們可以看到 他其實一直不斷的 就算你看公投有三個不同的 可以有三個不同的選項嘛 那他可以用重大政策 他以後還是可以發起一個公投說 如果我們要就算我們有了民法 他可能還可以再發起一個公投說 我們要重新修改這個民法 那所以這件事情就必須在現在做一個解決 那我們勢必得面對這件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大概去年底 我們就已經開始做這樣的準備 然後開始跟我們在美國的 Freedom to Marry的很多的顧問 他們打了非常多週的公投的盛戰 然後一起討論在台灣我們應該怎麼進行 然後二月的時候 也剛好有去到倫敦 因為參加一些研討會 然後去到RL 去那邊跟那邊的發起 YES Compact的朋友 然後去討論說 那他們怎麼進行他們的公投 然後今年五月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邀請了澳洲的 這個也是公投 他們公投Compact的一些 交集人還有一個發起人 也來到台灣 然後也是向他們資訊 到底他們在澳洲是怎麼處理公投的 所以我們其實已經做了非常長期的研究 得到的結論就像光老師剛說的一樣 這是一場選舉 而且它是一個全國新的選舉 是全台灣這麼多年來 我們做的統治跟信念運動 從來沒有經歷過的選戰 選舉對台灣的統治來說 根本就是絕對不關我的事 因為主要政黨 其實過去是不會把這個議題拿出來講 所以大部分的同志朋友就覺得 這跟我也沒有什麼關係 雖然我們早期也都會做什麼選舉觀察團 但基本上 老實說他沒有什麼政治上的壓力 因為同志的票在哪裡 不知道 但是教會的票在哪裡 大家知道嗎 為什麼政治人物都會去教會敗票 然後為什麼這個政治人物就會看衰說 同志團體聽聽就好啦 然後就表面客套客套 因為我們沒有票 那我們有沒有 其實我們有票 只是說過去這個政治實力沒有展現出來 那對於這個全國新的選戰 我個人覺得 老實說是壓力非常大 因為 一 我們都是很全國的NGO 就沒有錢 光的錢就是一個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坑 我可以直接跟大家報告 我們目前呢 其實是準備了大概一千多萬要來打這個選戰 已經花掉一半了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大筆的廣告費都沒有著落 但是反方呢 我已經準備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錢 準備要打電視廣告 為什麼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在廣告界工作啊 已經跟我說 他們的檔期其實都已經壓下來了 但是我不會告訴你是誰告訴我 這是商業機密 但是其實廣告這件事情是一個非常必要的東西 就像剛剛關老師說的 這是一個選戰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打超過百分之五十的票 如果我們只靠同志社群是可以的嗎 可以嗎 如果我們只靠支持婚姻平權的 所謂我們的同婚層是可以嗎 沒有辦法 民調上看得很清楚 非常支持強烈支持的 大概就是百分之二十左右 這百分之二十的人 還有另外當然反方他可能也會有百分之二十的人 這兩邊的極端其實都沒有用的 所以像中間選民靠攏 這是一個必要的 是一個非常必要的策略 並不代表說我們已經忘記 當初對於性別平等的初衷 或是我們過去曾經講的很多的理想 他必須在這個選戰的這一個事件當中 非常實際的去思考 中間選民想要的是什麼 有什麼東西會打動他們 所以過去我們很常講的 人權啊 平等啊 自由啊 你覺得這件事情 對於中間選民他們的感受是什麼 沒有感受 對 確實很多人搖頭 沒有感受 其實在美國也是一樣 在Freedom to Menu很多的研究 他們就會一直說 其實那種自由平等人權 在我們的世界裡面 我們會覺得好激昂啊 好感動啊 熱淚盈眶啊 但那中間的選民來說 就是沒有感覺的 但他們在意什麼事情 他們可能會在意家庭 在意婚姻 他們可能會在意 比如說在美國 他們做出的研究室 他們在意的是 Love and Commitment 愛與承諾 那像澳洲他們做出來的研究室 他們在意的是公平 好 一般的澳洲人 他們很常會說 這個不公平 那個不公平 所以我們其實花了很多的力氣 去找出台灣人在意的價值是什麼 這是一個非常辛苦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 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用了六場的焦點團體 我必須要說這個是過去的同志團體 或是可能性的團體 都沒有投入過的資源 因為其實做這樣的焦點團體很貴 那通常都是政治 可能是比如說或是市調 商品 你喜歡什麼樣的商品 比如說30歲的女性 到底是喜歡紅色車 還是藍色車 這種 他會用這樣的焦點團體來做測試 但是對於運動團體來說 我們其實很少去 需要到瞭解到這麼大的市場 但是我們第一次做這個東西 其實真的完全 讓我們真的是跨出同溫層 包含是比如說像我 我是一個社會運動者 當然認為平等很重要 公平很重要 人權很重要 自由很重要 可是我們光去問這一些 我們的受訪者 你覺得什麼價值重要 價值他就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你要用很多的具體的例子 告訴他說 那所以你覺得 他就舉個例子 比如說你的爸爸媽媽公平的給你 跟你的哥哥一樣的東西 你覺得這樣是重要的嗎 要有很具體的例子 很難用抽象的概念思考 然後並且呢 因為在愛爾蘭跟澳洲 他們做出來都覺得公平很重要 所以我們後來就把這個公平放進去 公平跟平等 它還是有一個層次上的差異 所以平等的層次比較高 所以我們就也測試看看公平 就你們猜 不用猜我已經寫上去 台灣人不覺得公平重要 可是大家會不會被不公平的事情惹怒 會不會 會不會不滿意 會 那不滿意之後大家反應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很經典 我講出來你一定會笑 就心情要放輕鬆看開一點啊 調整心態不要想太多 就自己要換個方式想一想 台灣人處理不公平的所有 這六場 台北台中高雄 30到39歲 40到49歲 是我們社會的中間份子 大家遇到不公平的事 就是調整自己的心態 放鬆點 要不然怎麼活下去 還是有人這樣說 因為有人說 那手指頭伸出來 我跟手指頭就是不一樣 長啊 人事件那要什麼公平 伸出來就是不公平 不公平的事情 你就調整你自己的想法跟心態 所以這個是台灣人根深蒂固的想法 我們如果要用這樣的方式 去跟大家溝通說 那同志需要一個平等權啊 那同志需要怎樣怎樣 大家會覺得那你自己調適一下 確實是 確實是我們就說 那同志如果就是 我們一樣是人啊 我們為什麼沒有辦法 跟一心內一樣 擁有平等的權利 然後說 可是同志跟一心內就是不一樣啊 那你自己就是調整一下你的心態 很多人的反應其實是這樣 然後包含我們後來有發現說 中間選民他認為 尊重互相是台灣重要的價值 尊重彼此 然後還有互相尊重 然後還有互相幫助 那大部分的人其實是知道有同志社群的存在 但是他對於同志 當他的小孩這件事情 他還是有很大的不舒服 對 或者是 或者是對於同志的接受度 大家會把你的父母 一個同志的爸爸媽媽 接不接受這個同志 當成他接不接受這個同志 這也可以理解 我每次出櫃的時候 別人就會問說 那你爸媽知道嗎 爸媽知道就可以 爸媽不知道 你會讓爸媽傷心這樣很不孝 只要接種到不孝 那就不行 那我們當然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我們要改變大家對這個想法 那這是一個長期 這是一個長期的社會價值觀改變的路 但是在公投這麼短的時間 我們要贏得這個選戰 我們要去了解到我們中間選民的想法 然後包含是這個社會價值 這個我可以快速的過去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平等很低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叫做和諧 然後從年紀上來看 你可以看到 越年輕的人 他其實越重視尊重 越年長的人他越重視和諧 然後其實25歲到34歲 這些人最不重視和諧 就是 就是 很大將這樣 可是最需要尊重 那有可能是因為年輕的人 因為他沒有獲得這個社會上的尊重 那這些年長的人他已經 社會上的人很尊重他啦 所以他希望你不要來破壞他的尊重 他想要有他原本的東西 不要來破壞這個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每個年齡層 他在意的價值其實是不一樣的 然後這個是社會價值的程度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等一下再把比較細節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然後所以我們其實在這幾個月的過程當中 已經把我們的團隊擴張成這麼大 然後我們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花工都有工作人員 然後這是我們接下來的六大行動 我們的行動應該要怎麼樣進行 首先是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調查研究中間權力嘛 然後來制定有效的行動策略 然後包含是我們其實已經開始推出 所謂的對話之功 我們希望可以讓更多的朋友 就等於說我們的同溫層 我們的支持者 如果你把它當成一個選戰來看 我們就要看我們的支持者 跟我們想要影響他的那些人 就想要跟他拉票的這些人 我們希望我們的支持者可以練習 如何跟這些中間選民對話 那大家可以透過自己的人際網路去拉票 然後來突破這個同溫層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現在其實也在做全國性的組織 包含是跟各個地方的公民團體 跟系列團體一起合作 那還有友善店家的部分 那社會教育的東西 其實是我們接觸中間選民 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媒介 因為我們不可能 就像我自己在選舉的時候 我的那個選區啊 我2015年選舉的時候 我選區有20萬人 我不可能握到20萬個人的手嘛 對不對 所以我只能盡量的去遇到 我所能夠遇到最多的人 同時用很多的文宣打廣告 讓大家知道我在選舉 那其實這個就是一個選戰 我們除了要培訓很多的人 去做對話行動 或是大家去跟身邊的人拉票之外 我們也要透過數位廣告媒體 然後還有一些很支持的KOL 就所謂的社群網路 社群網路上的網紅們 來協助我們傳播這個訊息 對大家在之前那網路上 可能有看到一個影片 是阿嬤的 春桃阿嬤 來說 就是 男朋友也好 男朋友也好 只要和諧就好 我們會說 好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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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只要和諧 只要同心就好了 所以我們其實有 這樣子的一個系列計畫 去採訪 去訪問 這些支持婚姻平權的 異性戀朋友們 好 異性戀朋友們 擴大我們的同婚層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蒐集 這個百萬不同意票名冊 所以我這個一直放在這邊 大家就等一下可以幫我掃一下 聽完後 為什麼要蒐集百萬不同意票名冊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要掌握我們的票 我之前在選舉的時候 就是有很多政治前輩說 你覺得你能掌握幾票 我說 呃 我不知道 到底要怎麼樣掌握票 我不會 他說 你可以算出來啊 這裡 你可以確定有幾票 那裡 確定有幾票啊 所以 其實傳統的政治選戰 你看你能掌握多少票是重要的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至少掌握 一百萬票 一百萬票 其實真的不多 我們能夠投票的有效人口 這一次 18盤18到20歲 有兩千萬 有兩千萬的人 可以投公投票 所以 一百萬是這樣子幾分之幾啊 二十分之一 就是百分之五 謝謝 果然是不是 數學比較 沒有 百分之五 我要掌握 我至少要掌握百分之五的人 對不對 支持我們百分之五的人 然後我希望這百分之五的人 一個人可以拉七票 我們終於有七百萬票 然後我們就可以贏得這個選戰 一個人拉七票 你覺得很難嗎 其實真的不難耶 我覺得 我覺得一個人拉七票 你光是把你的臉書的所有朋友 你都把它抓出來 你一天問十個人 你一天問十個人就好了 接下來有六十四天 你可以問六百四十個人 這六百四十人有沒有七票 有吧 要不然你人員真的很差耶 有吧 還是會有七票嘛 所以可能有七票 甚至可能會有七十票 你只要一個人 這一百萬人只要一個人拉七票 這一場選戰我們就贏了 那七百萬票是怎麼來 七百萬票其實就是 兩千萬的投票人口 我們算七成的投票率是一千四百萬 我如果要拿到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才會贏嘛 因為只有贏跟輸 所以要選一 所以我要百分之五十 一千四百萬的百分之五十就是七百萬 我百分之百會贏 我只要拿到七百萬 另外一個部分 也是需要大家一起來協助的 叫做青年相挺 我們這幾年拿到的名料 其實一直都一樣 年輕人的支持度巨高 甚至是二十歲到三十歲 大概八十幾 八十幾塊九十 然後死亡交差點在四十五歲 就是一路這樣 然後中間有一段 中間有一段大概三十五到四十五歲的人 他還是支持婚姻女權 但他比較支持專法 他會覺得說 可能人進入到一個中 進入中年的階段 就會覺得這改變態度是不是有點不好 就會略顯保守 或者是說在那個世代的人 他其實是沒有上過性別不能教育 就我這個世代 我們是沒有性別不能教育 所以他可能也有點開放 也有點知道同志 但是那個不是他從小覺得自然而然去理解的事情 但是在三十五歲以下 那個支持度都不用說 可是呢很遺憾的 在投票行為上 就是 從二十歲會偏高 因為可能手頭足 就覺得開心的我要去投票 接下來你的人生可能會失戀 就不去投 你要到期末考就不去投 出國念書不去投 有很多的事情 要工作要加班 要排班好麻煩 要花錢 不要花錢想花錢去唱歌 不想付下投票 一路下馬 然後一直到四十七歲的時候才開始上升 所以也就是說 投票率越高 他對這個議題的支持度越低 支持度越高 投票率越低 所以支持沒有用 要投票 各位朋友 我們最近拿到一個民調很遺憾 我數字就不要告訴你了 總而言之就是支持這個議題的人 就不喜歡去投票 最近拿到的民調 不支持這個議題的人 樂於去投票 現在就已經告訴你 我會去投票 所以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也很重要 他青年相挺要串聯大學生 然後大家回家 說服父母之外 要去投票 所以接下來是我們所有的行動 我們的行動呢 其實有數位的 然後也有上街的 然後也有告訴大家 是怎麼樣去進行對話行動 所以我們的文宣其實都在那邊 然後我們有興趣的人可以拿 然後為了要上街頭去菜市場 我們也是做菜市場必備的衛生紙 就衛生紙去發給大家 那網站也已經出來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查任何跟 三個不同意票有關的資訊 其實都可以上我們的網站 還有一個區域叫幸福達氣站 就是把全台灣的友善店家 都把它放進去 然後希望可以擴大支持的朋友 然後可以跨出我們的同溫層 好 那另外也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民調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民調 其實就是像剛剛小薇老師講的一樣 然後還有很多國外的經驗 都一直告訴我們說 我們必須要去了解 我們中間全民的想法 但是因為我已經在同溫層太久了 我用自己揣測的很危險 所以我們後來就覺得 研究還是必要的 所以我們還是有撥了一部分的經費 去做量化的民調 還有網路上的民調 那我們想要知道說 大家對統治教育的想法到底是什麼呢 結果你看我們改變這個用詞 如果我問你說 請問你知不支持中小學 教認識及尊重統治的教育 就有73%的民眾是支持的 那包含是這個交差分析大家可以看一下 女性比較支持 35歲以下比較支持 大學以上 還有政黨金獎師在裡面都比較支持 柯P現在自己算一個是不是 我知道算不算 好 然後呢這也很有趣喔 我們就想說 如果大家很多人是不支持 現在還是有很多人不支持同性結婚的 那他到底是不知道 同性結婚對他有沒有影響呢 因為我們想要知道 我們到底要不要宣傳這件事情 如果很多人覺得 同性結婚對他有影響 我們可能要宣傳跟他說 欸其實是沒有影響 但是你可以看到有82%的人 他知道同性如果修正民法結婚 對他是一點影響都沒有 那有些人還是覺得有正向的影響 就是18到34歲的人 他可能會覺得 對這個國家都產生了多一點的希望 所以這是一個正向的影響 所以這是一個正向的影響 那他覺得是負向影響的 就是信仰基督天主教已經泛斬的支持者 這是我們現在做出來的分析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不一定要去宣傳它 可能是沒有用 因為很多人可能覺得 對我沒有影響也沒差啊 我就是不支持 那所以就要找到他們能夠理解 跟可以打動他們的語言 這個是我還是解釋一下 因為剛剛小薇老師好像沒有講到這個部分 那所以很多人會一直問我們說 那公投現在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目前其實是有已經有 其實是實案啦 我們完成送案 那公投成案之後呢 目前呢 可能有些人知道 是要國家是要辦理這個辯論會或發表會的 對五場 一案有五場 那現在如果有十案 一個月就是要辦 五十場 我們天天聊 辯論 對 然後再來呢 那些的 11月24號的大選投票日呢 如果通過 通過的條件是什麼 就是同一票大於490萬 同一票大於不同一票 行政院三個月內要提出法案來修改 那如果不通過的話 其實它就是一個大型的政治名調 就算它不管是愛家共同也好 評選共同也好 那個票數啊 都是接下來執政黨去決定法案的一個依據 我覺得這個案子比較特別的是 就算它沒有通過 但是在明年5月24號以前 一定要有一個什麼東西 要不然就危險 要不然大家就可以憑憑法去結婚嘛 對不對 根據大法規事先 所以如果它真的完全不動 我們就憑憑法去結婚 但是這樣子行政機關會大亂啊 他都不知道的 像是護身事務所都跟我說 欸你上去護身事務所都跟我說 護身事務所都跟我說 這個系統不能登記 我就問他說到底為什麼不行 他說系統key不進去 兩個二就是key不進去 所以他不會到你二次到那一天 自動key的進去 他一定要做一些什麼事情 來改變這個系統 那這個系統要改變 必須要有法規上的改變 要不然他可能自動 就是像莫德華這樣 去改變他嗎 所以他一定會要通過什麼 那我這個其實是有時間上的壓力的 所以我們的預期應該是 公投投完之後 12月1月2月 這三個月應該就會是一個 比較關鍵的時刻 要處理這個法案 所以這個票數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其實就是決定了 接下來台灣到底是有命法 讓同志結婚還是會有這個 隔離歧視的轉法出現 那公投資格在台灣 年滿18歲的中華民國國民 然後繼續登記在台灣 六個月以上 以戶籍登記為準 然後這個是公投投票的流程 所以你會先拿到一個 九合一大選 然後投完之後 投下去投下去 然後再去領公投票 然後再去投公投票 那目前中選會是說 大概三到四個票軌 然後他可以 你可以 那應該會是說 比如說三案三案四案 或三案三案三案 讓你這樣子投 對 然後接下來呢 應該開票也是 會先把限制 會把首長跟信員什麼的開完 然後才是開公投票 這樣子 對 那這個是我剛剛講 這個投票年齡分析 非常的悲傷跟遺憾的一個現象 好 所以大家能做什麼呢 除了一人拉七票 回家投票之外 帶你的家人出去投票 因為在台灣啊 我們的公投現在還沒有受到 那個選報法的這個限制 所以你可以一路的一直跟他說 等一下在三案啊 他有點不是很懂 就說今天有公投有很多喔 然後你就跟他說哪一個 你要投什麼 然後公告證明要投同意 阿家公投投不同意 比選公投投同意 然後還有 還有 所以就可以做宣傳 對 可以宣傳 但是要離投票所30公尺以外的地方 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在那邊吶喊 或是騎腳要喝到圈圈 但是要離30公尺以外 但家人出門投票是因為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相信還是有很多人 是沒有接受到公投宣傳的訊息的 這時候可以拉票 確認你的朋友出門投票 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們前一天大家去夜唱很開心喔 然後禮拜五票 結果一覺睡起來已經4點了 下午4點 關門了 就你支持怎麼都沒有用 你強烈的用你的生命去支持 你就還是沒有投票 可以請他晚一天再去唱歌 晚一天再去唱 好投完票再去唱歌 這樣子 對 所以確認你的朋友都有出門投票 然後呢接下來呢 我們也會跟MJGoogle一起合作 討論要怎麼樣進行這個監票的部隊 畢竟這個開票是對台灣來說是第一次 要動手腳是蠻容易的 這樣子 好 如果你知道你的家人非常非常的反對 有另外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帶他出去玩 你早上8點多萬票之後就說 啊啊啊啊 那我們可以出去玩啊 那這個就不要走這樣子 或者是我自己認為 其實有一個蠻好的方法 可是大家可能不一定會這樣做 那我們其實從澳洲的經驗來說 其實拿票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雖然你的可能父母或是長輩 或是朋友 他可能不是很支持婚姻平權 但你就跟他說 但是這件事為了我 對我很重要 你可不可以為了我 這三案投不同一票 或是你可不可以為了我 那平權公投投同一票 那如果他這件事情對他來說 他覺得都可以啊 如果這對你很重要 哇也好啊 這是人情壓力 台灣的人情壓力這時候就要拿出來 好好的使用一下 那我們不必然的 因為一票 心不甘情不悅的一票還是一票 各位 如果你沒辦法說服他 用其他的方式 讓他投下那一票還是重要的 因為票數就是很現實 一翻兩瞪耶 這件事情其實是 因為大家可能不是很習慣拉票 這時候就可以開始來練習 可以練習 然後婚姻緣大明還有開一個網路直播的節目 叫名人來call out 我們都會叫一些名人上節目call out去拉票 我自己有拉過很緊張 因為我以前其實也沒有拉過票 我有幫我自己本人拉過票 但是我沒有請別人投一個什麼票 所以拉票這件事 大家其實練習一次兩次就OK了 這樣子 然後同時呢 成為我們的街頭對話之工 或是幫我們的計畫分享出去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風草行動的計畫 這樣子 然後大家可以加入這個算我一票的 這個百萬不同一票的行列 那這件事情其實還剩64天是一件 老實說是壓力很大的事情 那我們其實跟隨台灣的同事團體 跟信息團體 還有很多公民團體都已經串聯好了 那包含其實接下來我們也會提供更多的 心理支持的網路的系統 今天應該有些朋友也有看到 好台中市的應該是台中市的心理師工會 還是諮商師工會 我有忘記 諮商師 是學會吧 對不對 諮商心理師 諮商心理師學會 好反正對不起我會再查清楚 但是反正台中的這個一些心理工作者 他們已經以整個協會的方式來表達說 這個公投其實對同志社群的心理健康 是有極大的影響的 然後他們也認為說 支持婚姻平成跟支持系列平的教育 它其實是一個正確的事情 所以他們用一個整個會同意的方式 理監視會同意的方式 來公開這個聲明 那接下來比如說 同志自訊熱線啊 也會延長諮詢的時間 然後提供給很多的朋友 因為這個其實是一個不斷的對話 它就有很高的可能會有不斷的挫折 然後這個挫折 對很多統治個人來說 可能有些朋友是異性戀 異性戀支持這個議題 那但是對很多的同志朋友來說 他會牽連到很多他從小到大成長 心理上的創傷跟被壓迫 被歧視的經驗 那我們對這個其實會比較的擔心 對所以建立這個心理支持的系統 其實也是同志自訊熱線 跟其他的心理工作者的相關的團體 都目前還在努力來一起來做的這個部分 對所以我自己其實一直不斷的受到 比如說尤其是美國的 Freedom to Marry的朋友們 很多的鼓舞 我們一個禮拜大家會跟他們開一次會 去討論我們的策略 有沒有需要調整的地方 然後他們不斷的跟我們說 其實會贏的 不是不可能 我們會贏 他們其實也會贏 就是因為我們就快要贏了 所以反方的勢力才會不顧一切的 投注所有的資源 適得阻擋這件事情發生 這件事情之所以要被阻擋 就是因為它其實就在眼前了 所以我們可以一起努力 我們一起同行 64天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但是每一個人你一天找六七個朋友講 我相信這件事情 在十月二十之後那一天 我們就可以快樂的入睡 這是我現在期待 謝謝大家 我相信他們 剛剛辛姐已經把這個過程講得非常清楚了 接下來當然就是有一些行動方案 那我想說還有一些問題 可能是屬於個人的 或者接下來行動 什麼比較細節的問題 可能還想要問的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開放 讓大家來討論 然後一次三個人 然後每一個人一分鐘 好不好 你可以再做comment 你也可以提出你自己的問題 我們就維持在一分鐘 然後讓更多人 可以把它自己問題提出來 好 有沒有幾位 一 一 我問你 來 二 三 還是慢慢人會越來越多 好 我問你 請問今後 麻煩一下 我 我 越理越不妥了 不知道是年紀老 還是老百太平衡 我不知道你們敵人是誰 欸 我 聽到現在 真的不知道你們的敵人是誰 欸 你們這樣 你們這樣 要 下一代幸福裂風啊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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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我以為是你們敵人是中華民國 結果 結果 聽來聽去是 你們的敵人是 不是台灣人 這個我覺得很浪漫欸 為什麼 為什麼搞到後來 我的感覺是你們的敵人是 不是中華民國 都是 虧台灣人 而且還包括台灣人欸 這輩子是你們的敵人欸 好奇怪 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我的一部論述叫做 小英信教權 用幾次 人家在這個中華民國體制以下 對不對 都那麼聰明的要選擇不分 能夠當一個台灣的領導人 你們這些搞 要我們結婚要幹什麼 你們 你們這個法律 中華民國的法律 限制你們 不能同溫 不是你們敵人欸 好奇怪 所以他 他一直說要反對中華民國 不過我覺得那個 那個 溫裡 你的逆徵上緣應該 我們有收到了 這是說在這裡 等一下他們再來 回答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這裡 我們只要在公投裡面的話 當然就會在 背後 不管你是 組裝台灣獨立 或不組裝台灣獨立 都會在 中華民國體制下 暫時要委屈一點 然後進行某些 階段性的改革 好來第二位 來 大家好 我只是 我聽完那個演講 然後我子力有一個心得 就是我看過一部電影叫做 向政府說不 然後它是一部自立的電影 然後它就是在 完全在重重在於 怎麼去操作公投的議題 然後我看完這部電影 我的心得是 我覺得在操作公投議題上面 其實宣傳超級無敵重要的 原來這部電影裡面是在講說 他們國家之力就是要 投 舉一個 舉辦公投 就像 他們的皮諾丘政府 就是當時的軍政府 不要讓他繼續 執政下去的這個公投 那部電影在 闡述 好像也是十次 然後 他們都在每天的 電影 電視上 就會有大概十分鐘 正方的宣傳片 然後後來就結下去 反方的宣傳片 就互相每天都在電視上就是做我宣傳 所以我覺得宣傳很重要 然後我 再來就我的問題就是我想說 那這樣子宣傳很重要的話 它怎麼要融入到各個台灣的家庭裡面 因為比如說 我爸媽或是我住所住的鄉下 就是阿公阿嬤可能都只看民視 那他們可能覺得 以前住各樣所說的話很重要的 那要怎麼讓他們更知道這個議題 然後所以 不只同溫層還有年齡層可以吐福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再來張老師 出位去 有 有 我有緊張 不好意思 慢慢講 就是想請問一下就是 我剛剛也有在網路上查一下 就是視線 然後他說的是 冰法沒有保障 那個婚姻這件事是違憲 然後要再就是修法 然後如果沒有修法 他就直接讓冰法失用 那我想問如果在這兩年代有人推了一個專法 然後就是可能可以轉其中漏洞 那都是核無憲法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就是 嗯 算我不是個太稱 沒有 我根本沒有解讀政治記多久 然後可能 我對於這個名詞的想法可能錯誤了 就是我想請問一下教授 就是剛剛在PET裡面用到就是關於民族自覺 然後文言那個 那一個 民族自覺那四個字 就是因為我們之前讀到的民族主義 好像是就是幾乎我們有認同感的 然後有像那種話相當語言 然後這樣是叫民族嗎 然後可是民族自覺 是不是 我們算我們台灣現在 有人認為自己是中國民族人 台灣人 或是還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可是 是在我們上是算一個民族嗎 算我們大家認同 就是在我們大多認同彼此 都是一個同一個群 那個共同體的 然後 然後我覺得想民族自覺 民族自覺這四個字好像 是不是不太適合用的 對方家適合用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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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適合日本人統治台灣 那種不同名字的情況下 好 謝謝 我 這個問題應該給我吧 你是要問他還是要問我 我問他這樣好不好 我還 這個問題那個 我等一下 我先回答他的問題好了 然後 因為我在台灣裡面 我們對民族的定義有很多種 比如說我們對民族的定義 或者 可是民族一開白 他會比較臭相 他不同一種族 因為剛剛你對民族的定義 是把語言放在一起的 那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語言 所構成的民族 所以有時候我們把民族 會把它改為 變成the nation 變成叫國族 那國族的範圍 就可能一個國家 包含不同的民族 所以以現代國家的組成形式 基本上都是這樣 所以 可是他有一個很 被污名化的過去 就是民族主義 所以你看到60年代 所有的反殖民的那些 民族國家的興起 他們全都是用民族主義 或者國族主義 nationalist 在這裡 那比如說我們在台灣 在未來要成立一個國家 成立一個國家 它不見得 有人是認為用民族主義很重要 那就要問他是用什麼民族主義 那這民族主義有分三個 我這樣會不會想教書 對不對 這三個東西呢 一個叫做憲政民族主義 一個叫民主的民族主義 第三個叫公民民族主義 所以這三個不一樣的東西 變成一個比較現代 具有現代性 跟過去以前建立在種族主義上面的民族主義有所不同 那就可以區別開來 所以在這裡講民族 民族自覺可以把它放得比較大 可能是一個共同體的 然後可是它是有別於 一般被以種族 作為一個國家為最主要成分的那個概念 概念 然後去強調一種集體的 共同體的裡面的 一起來決定它自己的未來 簡單講到這裡 這個宣傳會放給你8號 那個4字748號的這個視線 就是說 其實它給了這個立法 立法機關兩年的一個行程空間 也就是說 對於這個很複雜的 就是同事之間結婚之後 是要什麼樣的權益義務 那我們的大法官認為 其實應該要有立法機關去把立法案 所以但是它又不是 因為我們從前有很多的例子 是大法官解釋說 你應該在兩年或一年內要做出 要作為 國家要作為 立法要作為 但是往往是怠惰的 那這個怠惰的情況其實是 我們在大法官4日748號裡面 它同時它會告訴我們說 欸對啊我知道現在立法院有一個在 就是委員會送出來的這個立法 可是為什麼在有立法草案的情況之下 我還要在現在去釋憲呢 它會不會逾越什麼樣的權利分立 那我們大法官告訴我們說 這是基本權 如果在違反人民基本權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是這個一天都不行的 可是我已經給了你兩年 給了你兩年你法機關應該要做 好如果又碰到像以前立法不作為 立法帶過的情況之下 它怕會發生這種情況 所以對於侵害人權的 我們不能一直讓它下去 所以大法官的想法是 好兩年給你 你沒有的話 那直接依照民法可以去登記結婚 這個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那同學剛剛問的就是說 那如果在這個5月24號之前 2019年5月23號之前 有一個專法呢 那這接下來就是一樣 剛剛我回答的問題就是 這個法律它還是暫時的會釋行有效 然後還要有具體的人們 去再次去挑戰 像齊家威或者是欣姐一樣 本身的案例 對 本身的案例 再去登記一次 然後再去申請大法官行政訴訟 然後訴訟然後一直下去下去 都在等5年 除非什麼 哪一個態度也是政府 它也有職權可以去申請施限 或者是立法委員申請施限的 但是我不敢指望它們 那我們以團體的地場來講 一定還是要長個案 可是這真的就是再打下去 就把自己當個案 我們都是把自己當個案 對 我們就是當個案的命 好 我回答一下宣傳的部分 對不起 我想要先補充一下 剛剛小雷老師講的 因為很多人可能會 我其實一直到上上個星期 因為我們有辦一場 也是有辦很多小型小型的說明會 讓很多人知道現在的狀況 我是一直到前兩個星期才發現 真的有人會以為說公投投出來 就算是通過也沒有關係 反正我沒有大把關事先 所以大家如果身邊有朋友 最近有這樣子的說法 你一定要趕快跟他澄清 因為雖然是大把關事先 是一個最高的指導原則 但是大把關他不是一個會 他不是里長伯會出來幫你處理這些事 有的里長伯會處理這件事 他必須還是要經過一個複雜的法律流程 就比如說真的有違憲的事實 然後我們再去申請這個就是釋憲 然後申請釋憲之前 像我們之前要申請釋憲 其實就是比如說我們要先去跟護身事務所登記 我還有這個被拒絕的事實 然後我才可以去申請宿院嘛 對不對 然後我再去開庭 然後開庭法官呢 如果他覺得 有的時候這樣開庭來回好幾次 然後高等刑犯法院 然後高等刑犯法院 然後咚咚咚 才最高才可以去釋憲 所以我不是可以到副法院前面 因為說冤枉啊 那個大法官 你現在請幫我出來主持一下公道 那還是必須要經過這個複雜的過程 所以就變成說 你說有沒有可能過了一個違憲的法律 有可能 還是有可能會過一個違憲的法律 那就會暫時性的我們使用一個違憲的法律 然後我們再去申請釋憲 然後再看大法官怎麼解釋 那這樣可能五年十年 老實說真的是這樣五年十年就過去了 這樣子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是蠻嚴重的 剛剛這位朋友說宣傳很重要 然後我剛剛也在我們直播上看到有朋友說 那要怎麼樣讓爸爸媽媽在電視窗看到啊 電視報告很重要 我真的要跟大家說 電視台不是我家開的 因為我之前 我們就是在宣傳這個 然後也會有一些媽媽很可愛 每次看到我說 星姐你們真的要上電視宣傳 你要去上電視啊 然後我說 阿姨我知道要去上電視 怎麼上 就是要上電視要怎麼上 現在基本上我可以明白跟大家說 我們就算錢給某些電視台 他基本上也不是打我們的廣告 有些是不打我們的廣告的 然後為什麼我錢要給他 他都不收我的錢了 等於說他完全拒絕 就是做跟統治平權相關議題的廣告 有幾間電視台現在是這樣的 那就算他願意收我的錢 我可以在上面打廣告 或者是說 欸我不收錢 他做這個議題 然後請我們去上電視 這個就比較Random 我沒有辦法去要求說 那你要讓我上電視 然後讓我去宣傳 那如果說 等於說要去打廣告 基本上現在電視 大家知道 接近地方大學的時間了 那個電視廣告的費用都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現在像2016年底 那個時候也是夏福盟 他們要做一場海盜錢的集會 然後他們打了兩天的電視廣告 密集的 在晚上晚間新聞的時間 據說這兩天就三百多萬 所以那個金額大概是這樣 三百多萬很多NGO一年的預算是三百多萬 然後就算現在 你現在大品牌這個編制 我們這二十幾個人 這樣聽大家就知道 我們薪水不太高 我們這樣的編制 三百多萬 我們應該可以花個至少七八個月 應該可以花個七八個月 所以你知道這個錢是 就是我們遇到最大最大的挑戰 那我覺得是所有的運動團體 遇到最大的挑戰 那包含是同志團體 因為比較有錢的長輩 比較不只一樣是世代的議題 有錢的長輩 他們不太支持這個議題 那支持這個議題的年輕人 大家都是 我們現在青年 就是已經要輕挺直了 我們是 能自己養活自己就不錯 他們沒有太多餘餘 可以捐錢給我們 有的人一個月 可以固定的捐個五百一千給我們 其實就是已經幫助很大了 所以我覺得經費上 會是我們比較大的一個困難 所以就變成說 如果大家可以努力的 幫我們轉傳影片啊 或者是我們會有 還是會下廣告一些 數位媒體的廣告 是一個比較 對我們來說 比較能夠負擔的部分這樣子 好 謝謝 還有什麼 來 我們這一輪 一 二 三 好 再 好 老師好 就是剛剛老師他 就是你們一直在說一次 公投他有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來消除 就是一些障礙相 可以來消除說 同事不能結合的障礙 那就是他這個是 就是關於涉及到基本權的那些議題 那就是像之前那一些 就是反正方他提出的公投 就是很多人也說 就是說 基本的人權沒有辦法公投 那為什麼 就是現在還是要 再推出一個公投 來就是 來收到反正他們 可是其實他本質上 就是也是 就是也是 直接涉及到基本權 就是跟 那反正的公投 樣子 立場不一樣 那為什麼還要再提 一些公投 然後就是 還有就是 剛剛老師有說到說 就是說 那個 支持政治至少數的那些公投 他們得票 數的得票率 基本上都相對來說 是低很多的 那就是 宣傳的部份 為什麼還要再 就是是不是可不可以 就是只宣傳說 就是來反 愛家公投 就是 為什麼還有必要 再來宣傳 有分領地面的公投 是老師的學生嗎 對 如果這個同學同樣很清楚 來給他掌聲一下 好 謝謝老師 來 來 我今年已經四十五歲 剛才有一個大兄 你剛才說 我們在專心 不是中法律告 你聽幾句都聽不懂 我說一下 我幾十年前 我剛才來台北 考慮他的時候 我最值錢 最值錢 最值錢到我讀你 我如果有機會 我就騎機車來台北 支持民進黨的好選人 後來也沒拿錢 跟軍團團去菜車 拋到大小聲 以前 台獨的理論台書 喝滷水 我也去做選 一整天就沒拿 這個 五十年木輸 辦完年 第四年 我做立 我也去跟軍團團 四季去選團 我覺得 五十年木輸 跟師傅 全世界最好的人 對我們台灣 說得很大 我今年已經四十五歲 我沒想到 有年4線案748號轉後 總統快樂不敢出聲 他在說 臺灣市長大家最重要的事項 很反對 心理沒多接受 反而是故事民募書 所以我在想 當然就是我們對我基本的結婚人員 不是什麼共產民國 就算是說 以前的年齡人不一款 是只有共產民國這個政権和安平也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很激動 你聽我的聲音就知道我很激動 我都要靠出來 那跟中華民國 跟臺灣動機無關 其實一年 事先爛甩之後 我真的要說 我從少爺就是 那種相信 那種尊重的人 原來有那麼多人 他能讓我一個最基本的 人權的保障動員 在他們的專家裡面 看一看那麼多 這就是 你如果說到達人的動機 這就是動機的意義 我連基本的人權就都沒有 要說什麼動機 好 其實我想回應他 好 那些聲音 開口很好 沒有 你如果去外面 說給他運動 要你帶你到達人家裡到達人家裡 人家說 我們想要說 理想的國家 特別理想的國家 所以有當時 我們做體育運動的時候 意見不一樣的是 用這個運動 但是你們就跨不過去 可是還有一個 很多跟你一樣主張 台獨的這一票人 是非常支持婚姻品權的 而且這個我覺得你應該也知道 因為你就是這樣的人 來 我 不客人 好 再來我們道理你用 不是 因為 我從小就支持台灣獨立 可是 我還是會 常常很難過說 我的國家為什麼會這樣對待我 就是我們要的事情 其實是很簡單的 那我出國 我因為婚姻品權的關係 我這兩年很常出國演講 我每次都說 我演講的不是為統治 我一定是為兩個外國 我出去我就是台灣人 我在聯合國裡面講話 我也是台灣人 那我就是講 可是我每次在統治的場合裡面講 我是台灣人 我一定會說 台灣其實跟統治是一樣的 統治就是 我們被主流的社會排除在外面 我們不被認可是一個人 然後我們要努力的吶喊 才被主流的社會看見 並且好像施捨給你一點什麼 讓你可以做一個次等人 台灣人也是這樣的 我們就是被主流的國際社會排除在外面 因此不斷不斷的吶喊 連進聯合國都沒有辦法 現在是連去參觀都沒有辦法 我每次要進去聯合國開會 我就是要拜託人家說 拜託你帶我進去 拜託別國的朋友 拜託你帶 拜託別國的大使 跟我們沒有黃交國的 拜託你帶我進去 對不起 我不能用我的台灣護照 進去這個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進去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其實台灣人更應該去認知到這個事情 台灣的處境 就跟統治的處境是一樣的 我們就是不被當成是一個國家 所以在台灣的統治真的是一個很 很複雜的心情 真的是很複雜 所以剛剛這個 我沒有辦法這麼有規靠 不好意思 我就是威權黨國下教育出來的孩子 台語講得很差 可是我真的覺得 所有的台灣人都應該看到這一點 剛剛有舉手 我就是曾經有什麼台灣什麼首席場 就是叫死吧 就是 所以走步台灣 手叫走步台灣 在從前 在所謂鳥公投的時代 其實每一個議題都是國主議題 當時的公投 那所以大家對於公投 然後沒有辦法過 對於公投的整個形象 其實都是國主的 然後是期待的 那當然我們這次也有很多關於這個 所謂的證明 這其實跟這個都非常有關係 但只是說 我想我們大家都經歷過一些 尤其是投票前投票後 這個我們的主政黨的一些 態度跟基本的 的作為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更正好 公投就是告訴他 你我本來選你 要你代議我們去 但是你現在我要告訴你 我要用票 我還是要再次用票告訴你 你這個沒有做是不行的 所以因此這個投票率 一一定要高 第二一定要壓過 要壓過反抗 所以剛剛回到同學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學理上沒有錯 就是說人權這個事情本身 因為他上了憲法 他基本上是一定反多數 跟多數的意見會相反 而且我們常常用多數的公共利益 作為限制基本人權的說法 但是現在現在是真的擺在眼前 我們並沒有主動的提說 欸現在立法太慢了 我們來公投叫你 趕快不是我們是被逼 所以這個在這個過去的 所謂的連署這一件事情 其實也是我認為也是重要的 也就是說 其實不然的話那時候也沒幹嘛 就是我們只能在下面找人 找資工然後組織組織組織 好像檯面上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其實一來大家也不知道怎麼樣 再來其實士氣蠻低的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面對 現在有這五個案子 無論怎樣會不會矛盾這件事情 再順便回答矛盾的事情 會矛盾 是會矛盾但現實上很難發生 你看我們的資源這樣子 我們買一個電視廣告都買不下去 所以我們就是要由大家 大家關心的人去把自己身邊 所有的人都拉出來 站在我們這一邊 因為那個資源實在是太不對等了 接下來我們就會看到非常明顯 那這個不對等了 我們還是要相信 就是說相信這是對的事情 那還是要做 所以也期待大家就是說 不論這個過程當中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一個朋友沒有辦法被你說服也好等等 其實我們就相信這是對的 那它真的終究會發生 你看每個國家的例子都是這樣 這再辛苦都會發生 因為這才是對的事情 那我們就大家明明 謝謝 好我們當然這個在 我覺得呢 大家在最近的共同連書 大家都有聽過以前的事情 就是東方社民啊 貧困 品權以及勞權 這個共同 這樣勞權會來民國 這個共同的特點 它們都在反歧視 反對被歧視 比如說它剛剛講的 信姐講的 我們就是一個不非成本的國家 我們的國家就是 沒辦法保護台灣人民 所以我們走出去的時候 我們就被人家立即 可是我們就是 又不能僅滿足於 我們事實上的國家 我們又不能去決定自己的名字 比如說中華台北就會講會有人說 我名字選手比參賽權最重要 如果選手參賽權最重要大家想一下這個邏輯 萬一比如說你只要叫中國台灣你才可以參賽 難免要不要參賽就會出現這個 所以你發現還是有一個不可難度的一個東西 一個底線這樣 那當我們在談這件事 今天我們來最主要就是談婚姻疲倦的問題 比如說它也會涉及到台灣不同時代 可是我相信在目前這個狀態 我們的溝通的狀態已經比上年時代來得好多 比10年前 比15年前 比20年前都來得好多 那這個就是有一代一代的共同努力 才有辦法達成這個問題 那再跟大家講一件事說 我之前上過那個周遇寇的節目 就是他跟我講 但是我覺得他還是幫我逆增上女提醒我很多 那時候都要證明在7月25號的時候 我們要離安全票數只有9萬票 離9萬分的連署數 離35萬分還差28萬分 7月25號 他就說你們這個運動很失敗 然後我說 因為我是著急的 所以我不能 因為我是 我不能承認他失敗 我一定會認為他有他的價值 我會從他一直都認為 可是我跟他講一件事 有努力過的人 絕對不會丟臉 丟臉的是不努力的人 不努力又有權力的人 大概你知道我在諷刺什麼 但是我們可以很理性很理智 我們剛好遇到的環境就很差 我們就需要更多的努力 所以我們不用太過於悲觀 因為這 比如說那時候的9萬 那時候5萬 這時候 比如早期台灣 在199萬里 只有17%的人 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你從現在有57到67 他那個是經過多少期待的努力 你這是要肯定自己有的 如果大家都在肯定自己沒有的話 他一定非常挫折 就是還是用勝敗來為英雄 還是在資本主義的競爭路跡下 你被決定 雖然贏很好 但是不能把贏勝負當作唯一的價值 這個人會不健康 反過來會被操作 那不影響我們的持續努力 繼續努力 在這裡跟大家說明一下 可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大家還可以繼續留在這裡 然後交互的廝殺 對答 討論都可以 因為 咖啡館沒有我們鑰匙 所以大家可以留到面 到達面 可以在這裡繼續聊 好 那我們等一下有朋友 他有準備一些 冷吃的東西 應該不會太多的 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椰絲球 所以如果想要吃的話 你就可以找他 好 然後可以 所以我們今天先到這裡結束 然後 想留下來再跟找 關老師 還有辛姐的討論的人 然後那位大姐也可以一起 你們可以抱著一起哭 也很好 大家取暖一下 我們會把熱氣傳出去給其他人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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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